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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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音樂 編音樂 展覽老師 老師好 麟運長好 然後所有在場的超馬家人 大家好 好 我臨時被Q 上來 我覺得有點緊張 蠻驚訝的一點都準備都沒有 已經講了星期二的這個經營會 我是第一次來參加 然後因為我有三個小孩 最小的現在是小五 那要升小六 那平常就是因為要照顧小孩 所以晚上我就比較不方便出來 那今天很巧的是 小孩去同學家玩 所以我就剛好有這個機會來這邊 然後參加營運長的經營會 那覺得很榮幸也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在這邊真的是能量滿滿的 那我分享我 不好意思有點緊張 我進來車嘛呢 就收到很多的禮物就跟大家一樣 那最主要的一個 就是我參加了老師的板橋的音樂會之後 那參加音樂會那天呢 我覺得 我覺得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以前我沒有參加經營會 我都只有老師來的時候我才參加 就是老師有回來台灣的課程 然後網路共修我才來參加 因為我想說我來這個系統我就是跟老師學嘛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很深的機緣可以參加經營會 那但是那天呢我去參加之後我覺得很感動 我很想要參加經營會 然後那天也是剛好就碰到女主節 然後在現場 那我 他擁約我說他禮拜五都在天元經營會這邊有主持 然後我就下定決心說我要來參加經營會 那當下真的很感動 然後就一直掉眼淚 那在那天 在這個音樂會結束之後的一個禮拜五 我就真的我就到天語教室來參加我的 就是地場的經營會 那當初就是來參加的時候呢 回去 那因為這個來參加我其實我沒有特別的 我會許什麼願啊 我只是覺得我很感動 參加這個超級生命運動系統 那我只是跟Tinty我覺得好像有很大的相應 那所以那天參加完之後呢 Tinty給我很大的禮物 很大的祝福 就是我本來有一個復刻的問題 已經有好幾個月的情況 就是沒有改善 那很奇妙的是 那天我參加完回去之後 這個問題就不要而喻了 那我覺得真的是很感動 對 那 再來 當然我覺得就是進來 經營會學習之後 禮物我覺得就Tinty給了我更多的禮物 那有一個就是我跟我先生的問題 我跟我先生呢 其實我會怕我先生 就是就是有恐懼啦 應該說跟他溝通的時候 我會有很大的恐懼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已經很久了 那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解決 即使我知道說 我跟我先生的這份恐懼呢 是來自前世 那因為我知道了過去的音 可是因為沒有方法 就是有這個業 那我知道了這個業 但是我沒有方法 我也不曉得怎麼辦 然後我也跟我先生講說 我很怕你 我不曉得怎麼辦 然後因為問題是在我 不在他 所以他也不曉得怎麼幫我 然後就是因為 參加了經營會之後 有一次學員分享 說老師提點他 要做更深層的懺悔 那這點呢 我覺得共振到我 所以當天回家我就 對我跟我先生的這個關係 我做了很深的懺悔 那懺悔之後呢 我發現我跟我先生 我稍微講一下 我當初我跟他做懺悔的時候 因為他 他過去是出家人 然後他到我們家去託波 可是當初的我 我值很大 然後又很牽密 然後就是 等於說他來我們家託波的時候 我沒有施捨給他 然後我還造了口驗 我還對他講不好聽的話 那也是這樣的一個因緣 這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後 那業員 就是那個業員啟動的時候 業啟動的時候 我開始就會莫名其妙的恐懼他 那真的就是無解 那是後來因為透過 trauma 的方法 就是懺悔發願 然後愛跟感恩 然後我做懺悔 生前懺悔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他磕頭說 對不起 我說請你原諒我 然後我一切好無名 我不曉得說自己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一直磕頭求他的原諒 那在我跟他磕頭了幾次之後呢 我先生他跟我說 其實我早就原諒你了 是你沒有原諒你自己 那當下我就覺得好感動喔 因為是我覺得他是陪著我來 就是圓滿這個功課 那是我自己沒有原諒我自己 他早就忘記了 因為我覺得他的度量很大 我對他做整個事情 他其實早就沒有 他沒有就是放在心裡面 他早就放下了 是我帶著這個愧疚 帶著這個功課來 然後要把這個功課給完成 那當下他這樣跟我講之後 我也知道說 原來解決這個問題的鑰匙 其實是在我手上 不是在他身上 唯有我原諒我自己 然後我把我自己改正 就是老實說的 環球助己 把自己做好之後 欸這個我們兩個關係 就很奇妙的就改變了 而且當我跟我先生的關係 改變之後 我的小孩也跟著跟我 就是他們本來 他也會跟著我一樣怕先生 可是因為我改變了 他們其實他們都沒有做什麼 但是也跟著改變了 他們跟爸爸的關係也變好了 那我們家的關係就是 整個氣氛也變好了 其實真的從頭到尾 我先生他都沒有做任何改變 改變的只有我 那我很感恩就是導師 很感恩天地 然後讓我有緣進來操麻 然後領受了這麼多的祝福跟禮物 然後跟先生關係變好 然後家庭變和樂 那當然還有其他很多的禮物 那在這裡就不依追溯 那真的很感恩 導師感恩天地 然後感恩贏獎給我這個機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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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